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己的手上莫名剁出了一些勒痕 就在树林觉得纳闷的时候 他收到了一个自称是大师的人发来的信息 而信息内容竟然是他的裸照 此时树林才明白 昨晚喝的领料有问题 树林点开大师的头像 熟悉的图片让他想起了多年前的体现墨尔事件 当年有一个叫做敏征的女学生 爱上了高年级的学长金正豪 不料对方却是一个渣男 他趁着跟敏征约会时 在对方的奶茶里下了药 还活同五个带丝袜头套的男生 强暴了敏征 并且还把敏征被绑在椅子上 受掳的过程录了下来 事后甚至还发布到网上去谋理 事情闹大后 警局派出一名信吴的警官调查此事 老吴警官却将案情 卖给了毫无职业道德的崔记者 由此引来大量的网络暴力 敏征一家被迫搬到外地 而敏征也只能换名字转学 如今苏林正是当年的敏征 这么多年后才收到这样的信息 让他十分恐惧 但这仅仅只是开始 因为很快 未婚夫的父母也收到了他的布亚照 大师还威胁说 下次会将露莲的布亚照发出去 书林害怕得快要哭了 这天上课时 大师再次发来了信息 而这时所有的学生都收到了一条信息 书林还以为自己的布亚照被群发 没想到一个叫士静的女生 突然尖叫着冲了出去 因为照片上写的是士静的名字 书林在安慰士静的过程中 得知士静喜欢上了班长东正 在几次约会后 两人就火速坠落了爱河 但微微没想到东正竟然安装了摄像头 偷拍他的布亚照 书林听后难以相信 成绩优秀的东正竟然会做这种事情 于是他怀疑东正和大师有某种关系 而大师得知他的真实身份 显然是当年体现某事件的知情人 并且很可能就是人渣金正豪 于是书林联系了当年负责案件的武警官 对方因为愧疚 愿意替他去查正豪的消息 在多日的调查下 武警官从一名不良少年内里得知 指使他们的人正是大师 这时紧急的同事也传来消息 东正等人因为在网上传播色情信息 已经被捕 但主谋却还没找到 武警官在此约见书林时 才知道士静已经失踪 四日大师又发来视频 而上面仅来是士静 大师告诉书林 想要救士静 就得按照他说的办 无奈之下书林只能独自去救人 来到约定的地点后 他看见桌子上 摆放着一杯奶茶 和当年金正豪给他喝的 一模一样 但为了救人 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喝了下去 再次醒来时 书林发现自己被绑了起来 更令他震惊的是 制造这起绑架案的 居然是士静 原来士静一直在说谎 事实却是他利用东正的喜欢 来逼迫对方为他做事 而那些疑似士静的不雅照 其实是其他女生的 书林以为士静就是那个大师 可是士静却告诉他 自己并不是大师 他只是按照大师的吩咐 将书林绑架 制造第二起提携木偶事件 就在士静的目的即将达到时 却被武警官带来的警察给剿灭了 接着请方便根据定位 找到了大师的住所 这才知道 大师是一个叫曹英仔的男人 然后当他们抓住凶手时 却发现除了曹英仔以外 还有一个人也是大师 那就是曹英仔13岁的奥兹 原来曹英仔正是当年 提携木偶事件的参与者 穷困潦倒的他 想要敲诈书林 于是他就通过短信 指挥东正的人 拍下书林的不雅照 可是当东正的人 第一次被抓时 曹英仔便已经收手 却没想到 儿子在发现了父亲的行为后 这个曾获得无数奖状的三号学生 竟然也走上父亲的老路 以大师的身份制造出 后来的一系列事情 真相在大白时 却是那么的残忍 影片的最后 警局传来消息 当年的大师金正豪 早已去世 要经历这些事情后 武警官也得到了书林的原谅 故事结束 结局的反转令人不寒而理 谁都没有想到一切的主谋 竟然是那个13岁的孩子 当人性的弱点被一个孩子操控时 我们是否也该 该反思一下 当下社会的任性道德 今天的电影 记得我 到这就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